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我是不会告诉你们 我昨晚是在办公室睡的 因为早上的早高风实在是太难挤了 每天上班的早高风 不仅人多 还不出油 那就算是坐地铁吧 几斤地铁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我们栏目的柔柔小同学 今天早上他是很幸运 成功地坐上了地铁 就是身边的乘客 让他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再来看看他朋友圈吧 高手在平坚 今天上班地铁太急 后面大哥手没地儿扶 于是直接用手掌撞了车顶 这不是重点 重点请看我拍的照片 大哥你在这比六是要闹哪样啊 可以说是666了 老铁们还在等什么 双皮666 给大哥点鼓励一下 开这海拔 这大哥还挺高的 在大哥的666手势下坐地铁 有没有种被人默默支持的感觉呢 这位大哥还是挺有想象力的啊 没有扶手 我就比个六早一样战斗着 对吧 为你的创意 简单 这种早高风人几人呢 我们肉肉还不忘 扣开这位大哥 是不是为了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给赶早高风的自己增加一次乐趣啊 说到这个分散注意力 我还是比较佩服波波他朋友的 那简直是前部主任后无来者呀 来看看波波的朋友圈是怎么做的 替朋友家做客 朋友非要杀个鸡吃 还说逢年过节杀鸡都是他的事 见他抓住鸡脖子 手上拿着刀 十来分钟过去了 鸡被活活掐死了 他告诉我 拿刀是为了转移鸡的注意力 还有这种操作呀 有理有据学到了 心疼咱子的鸡 就不能给个痛快吗 请问这只鸡 你们吃得开心吗 好一招转移鸡的注意力 就不能在买鸡的时候 让老板给你把鸡杀了吗 不让鸡死在你手里啊 说财忍啊 你真是 你没关系